現在砌好了 噴少許水 用這個壺 這樣噴,離遠 如果噴了,有時間 就等兩三分鐘 我不等了 這個爐 我估計175公里 850公里和200公里 上下火齊開 上下火齊開 大約焗5分鐘 不要管時間 你第一次焗 你一定要自己抹低它 那就 就是 焗5分鐘左右 焗5分鐘出來上 中間那層 放中間那層 我放中間那層 你自己的焗爐 每個焗爐不同 我不知道 每個焗爐不同 即是要自己衡量 要自己找度數 就像我這個焗爐一樣 焗了一水 就行 這樣 看看 我這個第一次焗 不是第一次焗 第一水焗 今年 第一水焗 焗得不太好 不吃下去就沒問題 這個焗爐不夠 不夠美 第一 我灯得不夠暖 第二 火爐我控制得不太好 那些不說了 其實我拍了 不過我剪了 不給大家看 第二次 第二水焗呢 就焗魚仔 那我就先吃一下 先吃一下 這先吃一下 唉 唉 廚房是有這些聲音 才成常 第二次焗 就魚仔了 那麼魚仔 就專門焗 焗到它差不多 焗 那你問我為什麼 我试试如何焗焦它 不要焗焦到焦到它吃不到 我试试一只焦焦到焦一点点 看谁是临界点来收货 第二转焗 第三转焗 大家看到焗佛工 第三转焗 我觉得收货 其实橄榄油和普通油的分别 我不知道,隔了一年 我试试自己的看法 橄榄油做出来就没那么 没那么亮 没那么亮 我都会选择橄榄油 即是淡味的橄榄油 我会选择橄榄油 即是我要很油很亮 你可能放猪油 或者粟米油都会比较好 不同的,花生油都会比较好 但是我认为这个面子 现在仍是暖的 我觉得接受 现在没有粘手 没有粘手 没有粘手 饼是熟的 为什么看它熟 它已经涨到开始裂 所以一定熟 现在仍然很热 这个猪仔饼 猪仔饼是第四炉焗的 那猪仔饼是最麻烦焗的 如果你... 佛工是容易焗一点的 因为猪仔饼的范围大 因为为什么用猪仔饼呢 猪仔饼就省位了 它大块 大家都是大约在四十来五十克 即是四十...四十六至五十克 我刚刚视乎师傅挑 始终是黑帽 差一点 这个猪仔四十九左右 不过我给五十 给五十多了 是多了一点 标了一些出来的 那猪仔呢 温度要控制得好一点 否则它会这样裂了 但是不用怕 它收缩 当它收缩的时候 它现在还很热 刚刚出路 现在摸它还热 表面刚刚凉 就会收回裂痕 即没有裂得那么厉害 外面有点剩下 看到 眼耳口鼻都没有了 那现在在吹什么 那其实我在焗这条鱼 我想扫掉蛋漿给大家看 那 就这样 那其实我先第一个猪仔拍了 不过我觉得不满意 我不满意 还有它 它那个... 可能里面更冷 还未够室温 我一摊出来 我就拆两拆 然后就... 就... 就这样携它 在那裏砌上 拍出来做 那做得没那么漂亮 那我也要试一下 还有我不等太多时间 等得第三楼 第二第三楼 那些... 即是刚才那些粉 已经... 软了 那... 那...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楼都有很多记号 那自己的... 你说没有... 没有倒数 不要紧 你便领到自己的记号 来自己做 记号 那... 就是自己记号 诶... 踢... 踢... 踢哪个度数是对的 现在用了上下火 你可以还是用上火 我已经用上火 我试过 但那些不说了 我又上火又下火 玩了一大轮 那些不说了 那些太复杂了 你以为我瘋了 知道吗 那为什么我要玩上下火 因为我要... 我要做月饼 月饼里面是蛋黄 蛋黄是生的 我不是焗熟蛋黄来做 如果焗熟蛋黄来 再包莲蓉 再去擦 月饼皮 去焗 做不到 很难做到爆油的效果 你要是由生的蛋黄 包着莲蓉 来焗它 那... 有些... 有些... 有些难度的 是有些难度的 那... 自己研究吧 我都想学习自己 慢慢研究 你以后会有些失败 你以后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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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或者... 怎样... 你要捧了那些... 失败的月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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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始终... 没有风扇在里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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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自己用... 用手来控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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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因為將紙這樣養上去,魚尾會焗的時候,會焗得不太漂亮 那,嗯,175 左右,這個850 和200 中間,我預計它175 慢慢焗,不要太心急,慢慢焗有一個好處,不過浪費時間 會,嗯,怎麼說呢,我不說這個爐,這個爐很難控制 這個爐我不說了,這個爐我也會玩,但是,我不說了,你說,喂,玩東西嗎 你說的爐,我又不會用,只有大宗小,憑感覺 其實,我有時在想,以前如果沒有焗爐,沒有溫度制的時候 那,那些人用什麼來焗?人家都是燒些柴,熄了,變了攤 那,在靠那個溫度,自己來控制,來看,是不是 那,大家聊聊天,嗯,其實我都可以去到這一刻的,不過我這個我不說了 就是,憑那個感覺,感覺那個爐的溫度 就是,感覺那個爐的溫度,那當然要用手來感覺 用心來感覺,就是,估計,在那裡估計 用它的度數,當它的度數是假的,但是有偏差的度數 所有,所有焗爐的度數都有偏差的,你不要相信它 你相信自己,一路看著它,我才看了幾爐 一、二、三、四、五,第五爐,一、二、三、四、五,第五爐 那,我已經不看了,大家同一邊吹水,那我第一爐都看得很緊 那,你說,喏,它現在還沒有匯油的,匯油會軟一點,現在的皮很硬 看看,看見到先 好了,轉換去 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還要暖暖暖暖暖了 最好,不要這樣試啦,因為這個 嘩,嘩,嘩 嘩,嘩,嘩 再過較多三天,它的皮尾頭都軟熟了 整個皮尾頭都軟熟了 嘩 嘩,嘩,少少貼牙中應該有 不會黏到像華記那樣,吃完要用牙籤 所有豬仔餅都會黏牙,即是旗子餅 我們叫豬仔餅,都是小黏牙的 但沒有華記那些,一吃完,嘩 用牙籤用牙籤去溶解 現在掃蛋漿,要等它定型,五分鐘左右 或者讓它有一點焦香,才掃蛋漿 一早掃定,也可以 一早掃定,豬仔的樣子很容易脫 一掃下去,好像會掃到眼耳口鼻歪了 這樣就不靚仔,我也試過 既然見人見智,你說,喂,我 我很厲害,我什麼都可以,我這樣掃下去 大家研究一下,我不管你什麼大師傅 大家各師各法,對不對 不需要踩人來那些,而抬高自己那些 我覺得,我不管你真的做了90年餅佬 做什麼都好,大家研究一下,純粹分享研究 不需要,我有時候說大家研究一下,要學一下 我現在都在學習,一直在學習 那些師傅可能學夠了,去落緊山,那些不說了 那你認為自己這麼厲害,就拿出來大家分享一下 不需要在這裏說,說當然是天下無敵 那不說那些人,說完說就不要說粗口 說粗口我一定扔出去,我先說明 那現在說了五點,五、十多分鐘 那你就拿出來,當然還不可以了 表面一定定了形,你看看他,硬硬一點 其實還未夠硬的,那我再再烤一會 那為什麼呢,我正常掃到某種綠色 我正常掃到某種綠色 我正常掃到某種綠色 看他,你可看他,硬硬的,其實還未夠硬的 那我再烤一會 那為什麼呢,其實我正常掃到某種綠色 就好了,我放在上面,我放在上面一會兒 因為放在上面,近上的火,等它焗多一會兒 等它的面頭定位形式,掃彈漿 不用急的,每爐不同的 剛才我焗到板板聲,因為我現在 再錄影過,我要將所有東西 再設定過,所有東西 所以爐冷了,爐攤了久了 剛才的板板聲,幾乎不停的 放爐,在那邊盯著,在那邊拆粉,不停地做這些,很快 那,那些 那,就拿起一些 特工仔,在那位置 現在焗多一會兒 找個... 找個氣面 有 對 這裡 擀開 那些 那這個回油呢,最好就是放在一個... 這個紙 吸油紙,放在盒裡 它回油會...它的底下會吸油出來 它就會掉上一點油出來 那 那就... 一來沒有吸油太多的,二來它會軟化了 用力開它的聲音,因為我要在這裏掃蛋漿給大家看 未回油吃得比較硬 月餅也要回油,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回油會軟一點,而且樣子會更漂亮 我覺得用了橄欖油 味道很香,有點焦,但我不知道,我拿著鼻子 頭已經硬了,好像想焦,但底部有點焦 剛才用的蛋漿,很緊張 大家看看清楚一點 好,請回油 這樣掃,輕輕掃,用這個掃在這裏 掃了,當然不要再移動它,因為它的痕會走出來 這樣就不理會了 可以掃兩層,再焗多一層 因為它不夠顏色,不夠硬 可以掃多一層,掃兩層 這樣就沾多一點,流出來,不要緊 就沾兩層 就沾多一點,然後再煮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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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汁 掃完蛋汁 先捉一捉 這個位置 立刻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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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凸 不然它要焗後會漲 如果你的餅是很軟的 外皮未定型 剛才那一刻已經插爛了 那就不漂亮 放在中間 這一下 要差不多焗至七八成 現在面頭已經熟了 有多少成熟 我想可能兩成 三成左右 豬仔和魚不同焗法 豬仔會比較難焗 豬仔會比較厚 不要放太多粉 放少一點薄一點 容易控制一點 如果你貪心,放五十克 就會難 先看看這個位置 看著隔爐是否有頭 那 捉一隻豬仔 來講一下 豬仔 那豬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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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熱的 豬仔可以不要弄太厚 不過我貪心,我弄厚一點 自己人見智 不要弄太厚 就容易控制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裂 因為它厚了 就變成粉多了 所以我焗到這裡有點裂了 還黏著來 現在還熱的 那豬仔用熱的 可以做到這裡不裂的 但是要很有心機 要控制火爐 你自己多焗幾度試一下 真的要自己去揣摩 沒得說 即是炒碟菜心 我家用我家的鍋 跟你炒是不同的 你要自己真的要炒過 試過 才知道有幾分鐘 十六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十六分鐘了 再久一點放不到上去Youtube 好像過了十七八分鐘 已經剪了我 不讓我那麼長氣 不是要在電腦 不在電腦很難搞 又要我這樣就要我這樣 而且要放了很久 那最後,講完最後了 最後,現在中火 差不多可以的 你知道火餅可以的 你聞到很香的餅味 它會告訴你 如果你有味覺 你聞到的 它很香的餅味 看到餅已經漲了 漲了就想裂 就告訴你 你拿出來放它五分鐘 讓它收一收身 不要再漲下去 它會爆 其實餅已經熟了 那你要搶皮 就是拿皮的顏色 那你可以只下上火 只下上火 只下上火 或者扭到它差不多 接近一百九十至二百度 那你就要盯著它 千萬不要走開 它會在那幾分鐘裡面 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在那五分鐘內 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就是變成這個啡色 那你說我再久一點 我走了去 走去喝杯水 或者吃個包 就可能會變成這樣 再過多十分鐘 就可能變成黑炭頭 那你就吃不到 這個我看著它來焗的 我不是 我沒有走開 我特地焗到它 接近焦的時候 我才拿出來 還有我想看看 它焦了的味道是什麼 那都OK的 因為人們都喜歡吃焦的 我特地 就是魚仔 特地焗到它 接近焦的時候 看看是什麼味道 看看有沒有苦味 那個苦味是怎樣 那沒辦法 我們這些 都是為藝術犧牲 對不對 那再說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 這個中秋節都做到 那我月餅 我稍後再說 月餅 我稍後再說 因為我現在是 檢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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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 18分鐘